记者邱芷柔屏东报道,屏东县推动自行车彩虹路网在县府观光传播处勘察地方景点时意外发现爱聊七眼不断提防自行车道有挑绿色隧道,就像日本知名卡通龙猫里的秘境影片后上官传处脸书后引起网友热烈讨论,还有民众特地带着龙猫玩偶道现的拍照。 农密绿应用促着车道,每个就像动画中的场景,这处爆红的秘境伸手车友们喜爱,近日透过网络宣传,越来越多民众前来朝圣。 爱聊七提防自行车道属于阎山系统,从三地门大桥出发,一路经过内浦乡,岩浦乡,离港乡,九如乡,车道平缓好期,约24公里长。 住在阎浦乡的车友陈敏荣说,他经常骑经这段自行车道,阎浦堤防从南华大桥到水门河提大约10公里,不止龙猫洞。 5月时凤凰木花开时就有火焰般的花朵点缀堤防,振兴路段则有阿伯勒的亮黄色美景。 入秋时能看见河岸的雪白天根子草景象,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美景,什么时候来骑车都有不同的乐趣。 官传处表示,除了龙猫秘境,离港断堤防因河道变迁,自行车可骑航于内堤防上,在当地民众热心热养照料下,开辟成美丽的河堤公园,再往前还有过江河堤公园,绿油油的辽阔草地相当适合油气。 官传处也提醒该自行车道路途经南华高速离港离岭四座。 大桥建议自桥边下至堤外道路由桥下穿越后在堤上合堤,由于夜晚缺少路灯照明提醒车友们白天骑车为宜。